说昨天晚上的十点多,在水阳市黄谷区昆山中路上,一辆白色轿车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 咱说这个时间,路上的车已经不多了,而且昆山路是条大路,路况不错,光线也很充足 那这辆车是怎么撞上护栏的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事故现场,这辆白色轿车停在路中间,车前脸受损严重 路中间有好几节护栏,被撞得一了位,好在事故中并没有人受伤 轿车驾驶人说,当时车里只有他自己,准备开车去碧堂公园 眼看就要到了,结果因为自己分了一下神,车就跑偏,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 交警赶到现场后,认定这是一起单方事故,由轿车驾驶人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开车分神有很多原因,有的时候是因为驾驶人打电话,看手机,看导航的其他的动作所影响 有的时候是因为驾驶人对路不熟悉,东张希望找路,导致分心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驾驶人和乘客聊天,甚至赌气,吵架 有的时候甚至驾驶人也没干啥,就是心里在想别的事 也同样会造成动作的迟缓和变形 所以说对于驾驶人来说,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 咱们一旦握上了方向盘,不管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大事小情 咱们都要暂时的先放一放,别让无关的事影响了安全驾驶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,开车要养成哪些好的习惯呢 也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红绿灯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在聊天窗口和咱们留言互动了 咱们留言互动了